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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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一定为你报仇 我才不要发誓 我杀过城里的鬼子 我势不为人 爹 你 你觉得 是 让我回家 你们回来啦 我们回来 白大哥 蔡大哥 你们回来了 白大哥他们回来啦 他们回来啦 回来啦 怎么样啦 白大哥 蔡大哥 白三儿 怎么样啦 回来啦 白大哥 蔡大哥 你们是不是完成任务 把麻生给杀了 对 麻生死了 太好了 这个鬼子终于死了 太好了 无影啊 怎么啦 你们俩说话呀 乌影呢 乌影 虚声啊 我阳子终于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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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子终于对了 你应该命了 我的床就了 在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 我让你了 你对你的手 你一个人 你说当初我是怎么想的 我就把影子一个人给留下了 白萨儿 这事不能全怪你 不怪我怪谁 我当时脑子有病 让他一个人去引爆炸药 我有病脑子进水了我 白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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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自责了 你跟彩镖弄个安全回来 无意也会得到安慰了 老妮 给我处分 你处分了我 我心里 就好少点了 给我处分 好 白萨儿 这事不怪你 要说处分 应该处分我 我是这个队队长 影子是咱们好兄弟 他的死 是咱们队伍最大的损失 白萨儿 你做得很好 你带着队伍 你带着兄弟们 你杀了麻生 你已经完成了任务 你没有任何的责任 要说责任 我一个人背 你没有错 老念 老念 这管着屁股 影子没了 白萨儿 影子的死是光荣的 我们全体队员 都应该为有这样的兄弟感到骄傲 你懂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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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天 我让你保护麻生先生 你居然让他死在了大街上 你太让我失望了 难道你不知道吗 麻生先生对我们有多重要 朝阳城很多的策略 都是他一手推动的 他的死对我们来说 可以说是重大的损失 司令 一切事出突然 我知道俱乐部很危险 就派人护送麻生先生回别墅 可是敌人设计了连环的圈套 对麻生先生穷追不舍 等我知道情况有变 带人去营救他的时候 还是晚了一步 我感到时 麻生先生已经遇碎了 行了 半天 所有的解释都是废话 你知道吗 嗯 麻生先生是没机关的药员 他在朝阳城的死 你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哎呀 醒了醒了啊 半天 我再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要在近期内 以最快的速度 消灭这股西斯军 这样 你我对上级 都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明白 我一定尽快给你一个交代 是 会长 怎么样 A机关的官长亲自给我打电话 他们对麻生先生的死非常悲痛 他们非常重视这件事 下令让我们 尽快要消灭这股西斯军 为麻生先生报仇 可是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 星斯军有何点在哪 白鹤香 从那个死掉的西斯军身上 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 没有 现在线索全断了 应该从哪里下手啊 这次麻生先生行踪暴露 实在太可疑了 会长是临时请麻生先生去吃饭的 他们怎么会知道行踪的 肯定是有人把消息泄露出去了 按照我们天少祖的说法 他们军部知道麻生先生行踪的 都是效忠天皇的皇军 也不应该有任何问题啊 那么我一直都怀疑的 就是俱乐部的人 可奇怪的是 我只是打电话去预定包接 他们怎么知道麻生先生会出现 不管怎么说 现在最值得怀疑的就是俱乐部的人 白鹤香 现在马上再去俱乐部 给我查清楚 嗨 我希望你帮我祝你 让我 saber 我很想带别的 太可疑了 出色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走 蔡大哥 我们刚才帮吴大哥收拾东西 找到这张照片 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交给你留作纪念 这是我和吴义 在部队里当排长的时候合照 他真的和我很有缘 我们在凤凰山上认识的 后来一起下山加入了游击队 又一同转入了新四军 武队里有很多单位 当时聂队长 白三儿 香儿 都被分到了不同的团 而我和吴义 却被同时分到了一个连队 再后来 再后来 聂队长召集我们加入了小分队 我和吴义 又一起加入了小分队 并肩战斗 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 我们从来也没分开过 虽然有时也吵吵闹闹闹 他总爱戏怒我 我也不瞒他 但我们始终是兄弟 秦燕几天 他已经负伤了 还特地跑过来救我 我总想着 将来有一天会还他这个恩情 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他 他又为了救我牺牲我 我想 我这辈子 恐怕没有及其他人 有机会来报答他 蔡大哥 你别太难过 吴大哥生心开朗 对谁都是笑嘻嘻的 从不跟别人计较 你是他的好兄弟 他能为你做这些 一定是开心的 他不会怪你的 我知道他不会怪 所以 我心里头才更加难过 蔡大哥 吴大哥对你跟白大哥情深义重 你们都是那么好的兄弟 你就别怪白大哥了吧 当时情况危急 聂队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当时那种情况 你跟白大哥是改变不了他的决定的 你怪白大哥有什么用 你跟吴颖是兄弟 白大哥跟吴颖就不是兄弟吗 你知不知道 吴颖牺牲以后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 每天闷闷不乐的 他都不出来见人 你知不知道 对啊 蔡大哥 你如果到现在还不原谅他 这就等于在他伤口上撒盐 你跟白大哥 都是我非常敬佩的人 我真的不想 我不想看到你们这样 好 蔡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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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去了 让他好好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我 彪子 我 我 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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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我刚才去找过蔡大哥了 他对白大哥的误会真的很深 现在吴大哥已经牺牲了 蔡大哥和白大哥又弄得那么僵 我真担心我们小分队 会因为吴大哥的事情 一举不振啊 蔡彪是因为太难过了 一时想不开 过一段时间他想通了 自然就好了 毕竟他和白三 也那么多年兄弟了 我跟柳飞也已经劝过蔡大哥了 可他还是挺不进去 如果白大哥一直得不到蔡大哥的原谅 我真担心他会崩溃了 队长 你说 我们要不要想个办法 去帮帮他们两个 紫月 你成熟了 现在不光会照顾自己 还会顾全大局 照顾所有人的感受 你能这样 我真的很欣慰 队长 我也是这小分队的一员 我为小分队担心 为你分忧 都是我应该做的吗 你放心吧 这次无影的牺牲 让队友们很难过 白三还有蔡彪也闹僵了 但是我一定会想个办法 让大家都团结起来 队长 我就知道你会有办法的 在我心中 你就是一个大英雄 没有什么可以难得倒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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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付这些 才 toll 小爱 谢谢我 来 行 痛快 咱们哥几个 好久没这么喝酒了吧 你刚才喝酒那个样子 倒让我想起一个人 我以前一个老团长 我的老领导 一手把我带出来的 他也是特别能喝酒 也特别能打仗 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他 那你能想到吗 我这个最佩服的人 也是我最恨的人 知道怎么回事吗 有一次 我们在吉林山遭到了鬼子的袭击 小鬼子有几千号人 咱们只有几百个人 老团长下令立刻撤退 但是他留下了十几个兄弟断后 我当时特别不明白 我说老团长 十几个兄弟 对抗几千号鬼子 你没疯吧 老团长说 这就是命令 这十几个人必须留下来 掩护大部队撤退 我说这怎么行 不行 我得回去救他们 这十几号人必死无疑啊 老团长说不行 你不能回去 你得跟着大部队一块撤退 我要是不同意就军法处置 愣是把我给绑走的 没办法 我们这几百号人 只好撤退了 就眼睁睁地看着那十几个兄弟 在几千号鬼子的包围下 壮烈牺牲了 就没有人去救他们 是啊 我们是安全了 都跑了 跟那十几个兄弟呢 全都死了 我这个恨哪 我事后去质问老团长 我骂他 我甚至都想抽他 我还跟师部 我去汇报 我说把他给撸了 这叫什么官啊 爱兵如子爱兵如子 天天挂在嘴上 他他们临了了 他他们不执行了 都是一句屁话吗 可师长跟我说 老团长做得没错 这对的 是我脑子有问题 代表 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想通 我错了吗 老团长是对的吗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队长 在那种情况下 要想保存实力 只有牺牲一小部分人 才能保全大部队 老团长做得没错 你当时要回去 也会牺牲在那里的 那就死他 毫无价值了 队长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 这次无影的死 是有价值的 是值得的 对吗 你总算想通了 其实 你想一想 换个角度想想 其实你 就是当年的我 白萨儿就是老团长 你觉得 白萨儿下这个命令 他心里好受吗 他比咱们谁都难受 但是没办法 这就是战争 在绝境中要求生 有的时候 必须要做出牺牲 但是这个牺牲 是有价值的 如果我在场 我当时也咬着牙 下这个命令 兄弟 我们都已经失去无影了 我真的不想再失去 你还有白萨儿中的 任何一个人 好吗 咱们 来 来 来 彪子 彪子 陪我喝点 彪子 彪子 彪彪 想干什么呀 彪子死了 你心里难过 我心里就不难过 这几天我想找你说说 不理我 我心里边我更难过 别娘们儿计计的 现在最重要的事为 彪子报仇 把小鬼子 站出中国去 白老大 什么也别说了 我知道 武云死的 光荣 死的有价值 我们是应该 为他好好的喝两杯 将来 杀鬼子 为他报仇 你 走 表子 这么长时间了 有个走的这段时间 咱俩都没好好拜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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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葬天在上 黄土在下 黄土在下 我白子 我太瓎 敬 郑 桃兄弟不赢 走 请不吝点赞 会长 这里有一些文件让您签字 会长 仓库已经好几天 没有送过货来了 以前我每天都要去点一次 这些天我都没有去过 你不要问得太多 有事情交代你做的时候 我会找你的 是我直言 这是不是和麻生先生的死有关 麻生先生是我们商会的大客户 他的死对我们商会影响很大 你出去吧 有什么事情 我会找你的 好 板城少佐 找我什么事 我是想问你 补给站的事情怎么样 现在已经基本停滞下来 之前是麻生先生一手操办的 但现在麻生先生已经遇碎了 我们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接手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继续下去 这个补给站对前线的影响太大了 白克香 麻生先生的死你调查过吗 正在调查 还没有结论 我们已经查过东京俱乐部 但俱乐部本身是我们日本人开的 我也仔细查问过每一个人 都没有结果 这些新四军实在太狡猾了 隐藏得非常深 每次都突然出现毁坏我们的计划 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这么一小撮新四军 已经多次坏了我们的大事 我们却拿他没有办法 半天少佐请放心 再给我一些时间 肯定查出他们的窝点 对了 你之前不是把一个叫余德顺的给放了吗 他那里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 我早就见过他了 也交代他去查新四军的下落 他答应我 只要有消息就会来找我 这件事情不能再拖延了 这样 你把余德顺给约出来 我要亲自见他 不给他点颜色瞧瞧 他是不会乖乖给我们办事的 好的 皇帝长 来来来 请坐请坐请坐 请请请 阿长 坐 坐 王队长 今儿怎么这么好兴致 请我来酒楼 吃饭喝酒 咱俩好久没见了 这我也就是一小小的队长 哪敢随意惊动您 于大爷 王队长 这话怎么说的 太客气了 莫队长 这什么意思 我也是奉命办事 今天是板田少祖要见你 板田少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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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乡先见 原来是板田少祖要见我 哎哟 早知道您一句话我就去见您呐 这这 何必弄这么大的阵事呐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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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得顺 我不是来跟你喝酒的 啊 那板田少祖叫我来有何贵干呢 余得顺 之前你坏了我们的大事 我不但没杀你还把你给放过 可是你没有遵守你的承诺 哎哟 板田少祖 您这话怎么说的呢 我可是一直都在为皇军效力啊 嗯 之前陆震山死了的消息就是我提供给板田少祖 是百合香小姐的 还有啊 那沁香炉的伙计小李子啊 是新四军的联络员这件事情 也是我告诉百合香小姐 不信你问百合香小姐 余得顺 啊 之前我一直让你查新四军的情报 可是你到现在 都没有给我个有用的消息 哎哟 百合香小姐 这帮新四军他实在是都深藏不漏啊 要想查到他们的窝点 呃 扒嘎 我不要听你的借口 是 我把你放了 就是希望你能提供有用的情报 你不能提供有用的情报 对我来讲就是废物 废物你知道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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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少佐 您请息怒 我知道这帮新四军十分的可恶 而且他们三番五次的破坏皇军的计划 现在就更加肆无忌惮的 还把麻生先生给暗杀了 简直就是可恨至极啊 你放心 查到西四军下落这件事情 就交给我余某人了 我调动我所有手下的人员去查探 尽快的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你给我一个期限 十天 十天 我给你答复 三天 哎呦 三天 哎 半天少佐 三天时间太少了 三天办不好 你就自行了断吧 行 行行行 三天 就三天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来 宇德盛啊 别生气了啊 嘿嘿嘿嘿嘿 来来来 喝酒喝酒喝酒 黄金彪 你出卖我 这 我这 我这 我真是 业绩瞎了 还当你是朋友 来 黄金彪这王八蛋 老子这次是让他给害惨了 老大 这帮鬼子真是不讲理 怎么可能三天就查出那帮星死军的下落 没办法 查不到也得查了 老大 我们要是查不出那帮星死军的下落 那还不被 被那帮鬼子给逼了 老大 要不然 我们跑吧 跑 能跑到哪儿去啊 唉 不行 跑不是办法 这一跑 以后的生意就做不成了 我们还是赶紧查找新死军的下落 懂吗 怎么查呀 这时间太短了 阿长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阿长 赶紧通知我们的情报网 让他们放下所有的事情 全力以赴查找新死军的下落 是 老大 快走 会长放心 这次我们肯定会知道新死军的下落 好 这个余德顺可不靠吗 其实我之前 已经派他去打探新死军的消息 只是他之前办事不力 一直都没有结果 这次白天少佐对他施压 逼他三天之内交出新死军的下落 否则就要他的命 我相信他会使出浑身解术去调查 这个余德顺油滑精明 那一定有办法的 原来他们找了余德顺 来查小分队的苍生地点 刀似封 刀似封 正义在我胸 荆棘飞舞 寒风 白雪中 迎着光 劫力线 坚定的信念 一腔热血奔沙场 写在楼 写在楼 做英雄 阳天笑 恩怨了 明月照路遥遥 琴何一两年刀 销里藏刀 人心鲜难了 战故乡 剑出桥 难而世间走一遭 一身熬骨 好情比天高 风啸啸 雨飘飘 浪淘淘 夜渺渺 热血沙场 生死本无常 战故乡 剑出桥 难而世间走一遭 一身熬骨 好情比天高 战故乡 剑出桥 难而世间走一遭 一身熬骨 好情比天高 战故乡 剑出桥 难而世间走一遭 一身熬骨 好情比天高 风啸啸 雨飘飘 浪淘淘 夜渺渺 热血沙场 生死本无常 战故乡 剑出桥 难而世间走一遭 一身熬骨 好情比天高 战故乡 剑出桥 难而世间走一遭 一身熬骨 好情比天高 一身熬骨 好情比天高 感谢观看